好 我們現在來準備動手做了 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剛剛實用產品打開一個 稍微練習一下嘛 那實用3D其實也可以開多個檔案喔 就跟你平常用Office一樣有沒有 握了開兩個啊 拋縫開兩個都沒關係 那今天呢 你在使用Office的經驗 請問檔案可不可以從比如說圖片文字 可不可以從另外一個檔案扣到另外一個檔案裡面去 可以嗎 我們3D模型也是一樣好嗎 所以如果你的電腦跑得動的話 你看我再多開一個 有沒有兩個 這台車子我要 就Ctrl加C複製 然後呢拿到這邊Ctrl加V貼上 Ctrl加V貼上 Ctrl加C 好 Ctrl加V 為什麼我貼不上 hey 複製 是我有操作錯嗎 來 再一次貼上 對嘛 來可以啦 有沒有 好所以如果你這個不行 按右鍵也可以啊 所以記得一鍵之前 你家就是我家嘛 所以你知道全家的slogan 哈哈哈哈 有很多喜歡的模型 帶走 嘿嘿這樣就好了 所以其實模型的複製也很簡單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那我就麻煩大家開一個空白的喔 你看一下剛剛那個說你怕你電腦跑不動 你就把它關掉沒關係 好像這樣 那我們實用3D說真的 剛剛講了那麼多它的優點對不對 講一下它的比較不足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就是實用餐廳的建模型的能力是比較弱的 對 就是說它主要建模型的能力就是畫牆壁跟地板 那我要其他東西怎麼辦 就是找模型庫 或者口號求救 這樣理解嗎 對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外面找 所以為什麼我會 給大家那個加強版 對就是因為希望說 你可以口號求救但是如果 在裡面先有的我們就先用嘛 你就不用那麼常口號求救 這樣理解 因為說真的它給你的模型 主要就是什麼 主要就是你這邊看到 0到好像12 這幾個 好但是呢你看往下這些它都沒有 這樣理解喔 所以我們裡面多很多啦 還有很多就是我們那個中文化作者 李設計師 整理的 我就把它丟進去這樣子 嗯 嗯 是是是 對 近K嗎 可以啊可以啊它可以輸出圖片 喔你可以輸出2D的 拿到以打垂垂也可以喔 上面這個輸出的時候是變向量的喔 所以如果你們有會那個向量的軟體 那我要畫平面圖有沒有 你用這個畫也可以啊 畫好之後拿回去啊如果你要3D我們就輸出下面3D的就好了 嘿可以可以當然可以 你拿到KMAR理所當然啊 它就是處於圖片而已啊 嘿嘿 啊你也可以把它變成影片丟到KMAR 只是變影片它要輸出的時間比較久啦 對對對因為它要輸出的那個 檔案量很大嘛 所以算的時間會比較久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先你要先學會怎麼建立牆壁 在使用沾地裡面把牆壁成為牆體 好那 你可以看到牆壁會用這種 就是有這個斜線的這樣代表 好代表 那 它預設就是牆壁的高度是250公分 其實跟我們一般差不多啦 好因為它是法國的軟體嘛 所以可能 也許跟我們藝人不一樣 那牆壁的厚度預設是14公分 可是這些都是可以改的 如果沒有需要修改你可以改 好 那所以我們先來試看看 到底怎麼樣跨牆壁 這裡 好你看上方這裡 這個 箭頭是我們現在預設的 往右邊 兩個 有沒有叫繪製牆壁 那再往右邊一點 叫做繪製房間 房間就是我們講的地板 他不是翻例錯喔 因為那個 他的英文 確實叫做那個 group create a group 但是他其實就是我們講的地板的意思 OK 那我們點一下這個 你看點一下 那我要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看到這個時候 你都怎麼做 如果 就只按確定而已對不對 不錯不錯你比較好 很多東西就是 不看 就只按確定 甚至還把這個勾起來 叫他以後不要再講 可是裡面其實有一些小技巧啦 真的真的 等一下那邊跟我講 那裡面有一些小技巧是好用的 這樣了解 其實真的 台灣人 我自己也是常常說這樣 就是 東西買來了 不是先看手冊 是先拆 然後就看怎麼玩 就直接玩下去了 可是其實有很多 有好玩的 好你看 你點了之後有沒有 郵標變成十字了 這個就像我們一般直線工具一樣 你只要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就會有 來 那順便 你們看一下左上角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直北針 這個真的有入路嗎 好所以如果你用 那個箭頭工具去點他 你可以設定 我現在是 在哪一個尾度 哪一個方向 你看我點到他 有沒有發現可以旋轉 對不對 你看我點兩下 有沒有你可以設定你的角度 經緯度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什麼 光線照進來的方向 對不對 因為他預設已經自動把你抓了 台北啊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差 你可以自己在 把你的經緯柱調整 這個東西你查Google地 地圖 上面也有 對對對 地圖上有 好這個是 第一個 順便能夠提 第二個 你看上面這裡 因為畢竟我們 上面是2D嘛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他單位叫做公尺 好再來 再來 這裡有沒有一個0 這裡有沒有一個0 代表我們這個圖 畫圖做座標的原點 是不是在這裡 沒有人規定你要從這裡開始畫 你喜歡從這邊開始也可以 不喜歡 離遠一點也可以 這樣了解 只是習慣上我們還是希望就是 左上角有東西 就從那邊開始畫這樣 至於有沒有 到0 這個沒有關係 好那現在呢我就 用剛剛的 牆壁的工具 你只要按一下滑鼠放開來你看 按一下滑鼠放開 開始移動就好 滑鼠不要壓了 你看我的下方有沒有牆壁就有了 對不對 你就看你們家 你的房間 因為我們今天任務就是把你的房間蓋好 先從小的開始 你看 老實講現在 你的房間有6公尺 大間的 很多大概就3、4公尺不到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宿舍 你想要改裝 可不可以自己先 設計一下 可以啊 以前我們 家裡面要改裝最麻煩就是 你想的跟 設計師想的不一樣 那你要溝通 他 他就 可能要畫圖畫給你看 跟你解釋 但是如果你知道 這樣概念你就可以自己先量好 大概多寬 多長 那個形狀要怎麼樣 那你就 自己先擺一下 就知道 這個東西 買回家是不是適合 買家具如果不適合很麻煩 對不對 他不是像一般小東西你拿著就走啊 人家送過來 所以你就要先量好 好 你看 假設有6公尺 點一下 各位如果你真的很多忙 沒有啦 就是很認真啦 就是 一定要600公分 請問怎麼辦 我現在604 不用點兩下 按Enter Enter 有沒有 600 這樣可以嗎 就算他也可以像TED一樣 就是很精準的打進去 我們需要整理的精準度到小數點 第1位 雖然不像TED有得到第3位 但是沒關係這個對我們一般這樣就夠了 好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你就是像這樣 就打個 600 好了就按Enter 他那個就進去了 你看 上面這裡 有沒有 這個點就幫你 弄好了 打完按Enter 他那個 數字就進去了 好那 高度 假設4公分 400公分就好了 那你要結束的時候 請按滑鼠 左鍵兩下 咚咚 這樣就結束了 這樣理解嗎 好那 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你看我簡報裡面 也有特別講 就是 如果你的房間也好 或者地板 這個牆壁或地板 做好了 一定要回到箭頭 因為你沒有回去的話 他認為你要繼續畫下去 就還是維持實質這樣 你了解嗎 所以在簡報的下方 有沒有 我特別跟各位講一下 好那你看 所以我現在畫完了 我就 回到箭頭工具 那你要去 修改他 就一定要回到箭頭 比如說我點到這個牆壁 你看我點到牆壁 你有沒有可以直接推 對不對 如果你是節點 要改變 因為我們剛剛有在哪裡畫線 是不是在這裡畫一個點 在這裡畫一個點 所以你 游標 你把它移到這個上面來 有沒有 變成這個 在中間是不是整面牆移動 在節點的上方就變這個 有沒有我就可以單獨挑 這個點 對對對 他每一個都是一個節點 好那你有沒有發現在移動的時候好像有點 卡卡的 他會一次就跳很多 有沒有 為什麼 他因為他預設 有磁鐵吸附 也就是說他預設會吸附到 跟他比較近的這個格子上面 對對對 如果我覺得我要做很微細微的調整 你可以把 有兩個方法 你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磁鐵 你可以從這裡把他關掉 好這個 上面有一個這個磁鐵 第二個 你也可以像我簡報裡面講的 臨時性的關掉 就是 按住你鍵盤上的AUT不要放 按住鍵盤上AUT不要放 MAC的話應該是Option 按住他 然後呢 你不要放再用滑鼠推移 你就會發現 好像你自由了 來你看一下我把他 你看我現在按住了有沒有 AUT按住了 我來移動他 有沒有感覺我就可以平順的移動 可是如果我沒有按的時候 我在拉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一次又跳很多 這樣有感覺了嗎 理解了 所以 你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你看我們下面有沒有這樣不小心就有個L型的牆壁就有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好 那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 簡報第9月這樣子吧 他是看起來比較開放一點點 所以我這兩面牆就好了 這樣可以 OK 好如果那個牆壁不喜歡你可以點到他Delete 你可以像這樣Delete 重化 就是你點到哪一個牆壁按鍵盤上的Delete 就可以把那個牆壁刪掉重化 這樣有沒有成功 來來給大家稍微嘗試一下 先知道那個牆壁 怎麼樣去使用 好 好